大平小学是一座村级小学 也是西级县条件最艰苦的学校之一 2012年春季学期 这里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由中央财政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每人每天三元为在校学生提供营养餐 学校目前还没有集中就餐的食堂 午饭时间学生代表们排队到厨房打扮 再端回教室吃 今天中午是标配的一荤两素 有青椒粉条炒牛肉 土豆炒胡萝卜丝和蒜苗木耳炒白菜 这位正在埋头吃饭的女孩名叫铁嘉欣 她有三个哥哥姐姐 但是哥哥姐姐上学的时候还没有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谈起营养餐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影响 铁嘉欣的爸爸铁燕镖深有感触 以前不是没有这个政策吗 他们就自己解决 上学的时候有这个萌萌拉的间 就是因为他吃到了这个小水道的这个国家的营养物餐 生活比较好 所以这个营养各方面都能改得上次 马荒武老师小时候也在大平小学读书 但是他上学的时候还没有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所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 每天都可以按时在学校吃到营养餐 他非常感慨 好想重新再念一次小学 吃一次咱们这个营养物餐 我们以前为吃饭特别发扯 但是现在看到孩子们的笑容 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 马幸福是大平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每天放学都要由爷爷接着 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家 马幸福的爸爸妈妈 都在迎川打工 所以照顾孩子日常起居的重任 就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 学校饭好吃还是家里饭好吃 学校饭好吃 学校的午饭里面都有肉 家里饭吃饭好吃 我们家里饭吃饭好吃 我们家里的生活好 我们的孩子生气也好 希望我们的孩子好好学习 给我们这个乐乐科能到一个年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的这十年 从试点摸索到逐步规范执行 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付出了很多 最开始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时候 校长李明身兼多职 要自己去找食材供应商 盘价取货 还要去县城拉水 甚至上山排水 现在县营养办统一招标采购 送菜入校 李校长只需要每周验收食材 减轻了不少负担 清酒也很新鲜 我们到2017年就开始 才拉着自来水 之前我们就是 到了这个教以后 就是说从县城 往里拉那个精水 拉着那个竹虫起来 尽管各方面条件艰苦 但厨师马友兰 仍在灶台边坚守了十年 老师做饭 你看为了孩子煎烤 为了孩子开心 你看这个各方面学生 都健康嘛 吃 学校饭 这个加热饭还好吃 这个学校是那个 杀菜都有嘛 这个杀菜都有嘛 管理员福毕林 每天都会给饭菜拍照存档 仔细留样 并将餐食记录 上传到阳光校餐数据平台上 2015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受全国营养办委托 设立阳光校餐数据平台 宁夏七个县 675所学校 加入首批试点 每天上传学生就餐照片 以及食材使用 采购详单 后台分析出 学生食物及营养摄入量 反馈数据 并提出优化调整建议 根据建议 2019年西极县营养餐升级饭代 从一道烩菜变成标配的一荤两素 饭菜更加营养合口 在学校里经常吃肉 我感觉特别好 很幸福 西极县位于宁夏南部 是我国建平征城中极为南肯的硬骨头 西海固的代表地区之一 49年前 有联合国专家在西海固考察后曾说 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如今西海固地区已历史性地告别了贫困 集中脱贫的十年间 营养改善计划的有效落实 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契机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 我现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明显改善 同时也促进了全县肉牛养殖 芹菜等特色农夫产品的发展 带动了农村胜于劳动力就业 推动了全县经济发展 从2011年到2021年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了十年 已覆盖全国28个省份 1732个县 共有超过14万所学校 为农村学生提供营养午餐 无论是广西贵州还是青海甘肃 农村学生告别了杯甘粮上学 当街知火做饭的校园生活 改变了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的酒精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 学校里热乎营养的午餐 提供了他们学习和成长的能量 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21年的评估结果显示 营养改善计划帮助欠发达地区儿童 实现了身高的追赶式生长 7到15岁欠发达地区儿童的身高 与全国同龄儿童标准身高的差距 从2012年的10厘米缩小至2021年的不到3厘米 现发达地区儿童身材矮小的比例 从12.3%下降至5.1% 2021年秋季学期起 国家将膳食补贴标准 由每人每天4元再提高至5元 这是一场关乎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成长的行动 十年来 三千多万农村学生从义务教育阶段毕业 还有四千万农村学生正在受益于这个国家计划 他们每天在学校吃到营养餐 不再像他们的家长或哥哥姐姐那样 留有饥饿的记忆 他们长得更高 更健康 更阳光 正在成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